在疫情一環之下 內地雙十一消費額仍然創出新紀錄 物流、貨流、淺流都有高速增長 對內地發展經濟內循環有多大的幫助 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看》 今年在疫情之下 剛剛過去的雙十一救物節 多過網上救物平台的銷售額再創新高 其中阿里巴巴旗下的天貓和京東 合計更突破7000億人民幣 內地學者認為 有助暢通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 內地一年一度的雙十一網上救物節 今年加碼由一日延長至四日 首輪已經提早在11月1日展開 第二輪血拼由11日凌晨零時開始 阿里巴巴旗下的天貓成交額不斷刷新 首輪和第二輪頭半小時的成交額 打破去年首日2684億人民幣的交易額 系統錄得最高每秒超過58萬宗交易 最後錄得近5000億元人民幣的成交額 總結兩大電商平台 成交額合共達7700億元人民幣 這個數字對比去年同週期同口季增長了1032億 那麼這個增數呢 也是我們在過去的三年取得的一個最好的增長成績 今年雙十一在疫情一埋之下舉行 阿里巴巴說成交額再創新高 證明受疫情打擊的消費正是逐步恢復 其中家電 電子產品 服裝等產品最暢銷 根據天貓公布的消費分析報告 廣東省連續5年成為全國購買力最強的省份 消費總金額達到612億元人民幣 其次是浙江 江蘇 上海 山東 北京等省市 內地有學者認為 今年雙十一成交額再創新高 是由於市民釋放疫情期間應抑的消費慾望 上半年的消費 因為你不許出門 因為你在截止了除了日用消費品之外 其他更多的消費 所以在新冠疫情一放 這個疫情的控制和管理一放開 第四季度全社會有一個明顯的信號說 中國的新冠疫情在面上被控制住了 你看黑龍江 吉林 北京 烏鲁木齐 大連和青島 即使一出來 很短時間就把他控制住了 他不擔心了 所以上半年壓抑的消費者 下半年報復性的出現了 著就成交額的功勞亦都包括不少網紅 向粉絲和瀏覽的顧客直播促銷貨品 他的最大的優勢絕對是因為性價比 在直播間 你想我們是直接從工廠 通過我的鏡頭 通過我的嘴巴 就到消費者的手上 他是會省去中間所有的各種成本費 正是因為大家都在家裡 就很無聊 買東西沒地方買 然後呢一些沒有一些娛樂方式 所以說呢 這叫疫情當中新鮮的行業也可以這麼講 但今年雙十一救命節分兩個階段進行 首輪和第二輪頭半個小時的成交額 打破去年首日2684億人民幣的交易額 目的是等消費者可以提早結帳 和收到預購商品 同時分擔物流上的壓力 但數字是不是如實反映 內地居民的購買力和消費慾望呢 他故意在他需要的時間點上 因為機器的運算能力很大 怎麼樣呢 使得他那個時間點能夠創新高 那你說他這是違規了嗎 也不算違規 他是打擦邊球 你說他沒違規吧 他其實把三天的銷售 或者是六天的銷售 算到他需要的那兩個時間點上 我覺得這個恐怕誰也不能夠說他怎麼樣 只是說他這種新高的 創新高的這種記錄 我們不能夠和我們原來線下的一些統計量 所謂的創新高的記錄 那麼同口徑地去比例 你只要是你還得要打一個折扣 中央多次強調 內地經濟要加快構建內需體系 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高 有內地學者認為 雙十一的成交額在創新高 可以暢通內循環 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 通過這種市場信號引導性的力量 資源配置 形成生產能力 形成消費趨勢的話 確實是電商的成長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成長 都會處在更加快速的這種道路上 電商這種進步能不能給中國內需 帶來更強勁的推動力量呢 答案是肯定的 再加上中國政府的這種結構調整的力量轉換 電商還能夠獲得更強的支持 創力至新高的不單止是銷售鴉 快遞的郵件數量亦都破紀錄 不留意旺季的背後 大量郵遞包裹 亦都會產生大量的紙箱、膠袋等的包裝垃圾 有環保團體就認為 這些垃圾能以分解 隨便凋棄會污染環境 七十一過後 郵遞服務需求激增 物流業與處理龐大數量的郵件包裹 國家郵政局說 多間電商平台集中舉辦促銷活動 快遞業務量近期出現高峰 並再創歷史新高 今個月1日至11日 全國郵政、快遞企業等一共處理39.65億件快件 其中七十一當日一共處理6.75億件 按年增長大約26% 早上5點我們就到達站點 晚上我們忙到凌晨1、2點 為了加快處理高峰田的郵遞包裹 吳小竹弟公司也都利用機械人 協助分流人件 希望能夠效率 讓消費者盡快收到包裹 消費者陸續收到心頭後 不過每張訂單的背後都會產生大量游遞包裝垃圾 這些紙盒或包裝 拆了之後又如何處理呢? 國家法改委、商務部、郵政局等部門 7月聯合公布關於加強快遞綠式包裝標準化工作的指導意見 提到內地快遞業每年消耗超過900萬噸紙質廢料 和180萬噸塑料廢料並成快速增長趨勢 是可以存在幾十、上百甚至幾百年而不消失的 那它會極大地增加我們這個城市垃圾處理的壓力和填埋的壓力 如果是被焚燒的話 那它中間的一些有害的化學物質 也是有可能會造成空氣污染 最後如果是三億到環境中間的話 那就更糟糕了 那它其實很有可能就流入到水體 然後最終灰入到海洋 就造成很大的海洋污染的問題 團體又說要減少包裝垃圾 可以由年輕人的消費和生活習慣入手 提供一些經濟誘因 鼓勵它們進行垃圾分類 而電商公司也都可以預先了解客戶的訂單數量 將所有的貨品一併包裝 比如說設立一些你去歸還這個快遞包裝 然後可以積到一些積分積點 然後能夠給它們一些激勵性的一些這樣子的機制 我覺得很有可能 用這種年輕人習慣的這種方式的話 再搭配一些比如說電子的自動的 無人的這種快遞垃圾的分類 接收機器等等 這種可能反而會有一些效果 首先去了解一下 它們對這個商品需求的急迫程度 比如說我在結帳的時候 可以問一下我 我是不是不那麼著急 這幾件商品可以打成一個包 好 晚一些來送到我這裡就可以 那我覺得光這一個小小的舉動 就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多餘的包裝 時事多面看 今集時間夠了 再見 再見